首先提问是李小龙有没有被过度神化 没有问李小龙的格斗水平有没有被过度神化 所以答案是格斗水平被过度神化 但是他的影响力和贡献没有被过度神化 我看见有打主说国外人都认识李小龙成龙 评论有很多人不信 实际上我认识的外国人也是可以脱口而出这两个巨星的 而且他们都认为李小龙成龙非常厉害 甚至康纳麦格雷哥骨头琼斯 蜘蛛人安德森·西尔瓦也认为李小龙厉害 但是不要曲解这个厉害 不要以为厉害就是能打 李小龙在电影方面贡献巨大 我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 李小龙在跟制片方交流的时候 大致这样说的 以前的电影找人都是开门 然后不紧不慢地对话 然后产生矛盾 最后冲突起来 开打 但是我要拍电影的话 我直接把门踹碎 指着对手说话 对手看见我来了 也直接最好冲突地准备 然后开打 李小龙对动作电影的影响 和人物的表现 动作设计 对话的情绪等等 影响太大了 以至于他的影响力 才会涉及到 全世界的影迷和电影从业者 他塑造的人物形象 和以前白人那种 假装绅士的英雄不一样 而是带着一股傲气 一股狂傲 敢拼敢打 在那样一个种族歧视 黄种人落后的年代 李小龙显得尤为自信 这一自信的形象 影响了很多很多人 他也不敢打开 他也不敢打开 它也不敢打开